在一个四周黑暗的地方 传出各式各样痛苦的声音 佛陀的十大弟子中的木剑莲尊者 他是佛门中著名的大孝子 就在尊者证得神通时 他当下便看见他的母亲在恶鬼道中受苦 母亲 是母亲 怎么会在恶鬼道呢 于是 尊者立即以神通前往恶鬼道 并变出许多食物给母亲 饥饿数百年的母亲才吃第一口 食物就化为炭火 烈火不断灼烧喉咙 而产生极大的痛苦 快救救我 尊者眼见母亲如此痛苦 自己的神通却也无法减轻母亲所受的痛苦 于是他万分悲痛地返回人间 在佛陀坐前跪求 请求佛陀慈悲开示 该如何救把母亲离开苦难 佛陀啊 恳求您慈悲为弟子开示 要如何才能救度母亲 脱离二鬼道的境界 鬼道众生的痛苦 实在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啊 佛陀慈悲地为目尖连尊者开示道 在每年七月十五日 以各种甘美之物 供养身重 以供养身重 及离寝身重 为施主住院资历 能就把母亲脱离二鬼报一节 此功德殊胜 且不可失忆 目尖连尊者听闻佛陀开示后 便欢喜地依佛陀教士 虔诚来供养身重 救度母亲处离痛苦 因此 普渡的真意是报效轻恩 借又持戒清净的身重 来超见有缘众生 令他们离苦得乐 父母恩情重如山 2017年 孝亲报恩祈福 于兰盆回向大法会 诚挚邀请您参加赞普 清零法会 实践圆满孝道行 9月9号 10号 台中市进行国校 盛大举办 法会及普渡专线 04-2205-3818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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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